安氏全书 清朝怀西居士周安氏住树 重刻安氏全书续 银杀二业乃一切众生生死根本 最难断者为银 罪易犯者为杀 二者之中 银者烧之自爱者 由能至而不犯 人欲其异地清静 了无丝毫地界者 为断或正真之阿罗汉 方能之耳 于则爱染习气 虽有厚薄不同 要皆残眠固结于心事之中 从节至节 莫能解脱 杀者世界事为固然 以我之强 领彼之弱 以彼之肉 冲我之父 只顾一时适口 随性历节筹长 嫩眼睛云 以人食阳 阳死为人 人死为阳 如是乃至食生之类 食食生生 互来相淡 恶业俱生 穷未来济 古得云 欲得天下无兵节 除非众生不食肉 有云 欲知世间刀兵节 须听图门半夜生 既有其因 必遭其果 不思则已 思之大可畏也 安氏先生 恭禀佛赤 特垂哀鸣 因助欲海回狂 以戒淫 万善先知 以戒杀 争隐事实 祥是因果 窃气举世之人 同怀前父昆母 明报物语之真心 涌断伤风乱伦 以强凌弱之恶念 又欲同仁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应将文昌帝君 因志文 降加注释 必日用云为 居心行事 大而治国安民 小而一言一念 贤辈法界 悉存归贱 由之 古圣先贤之 祖敬圣读 正心诚意 不致图存空谈而已 如上三种 文词礼制 莫不 灌骨抄金 易经辅制 因其 以其才妙物 取佛祖 圣贤之心法 而以 亚俗同观之笔墨 发挥之故也 虽然 已能借淫 借杀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若不了生托死 安能 保其生生世世 不失超辞 则横生善道 广修福慧 不堕恶趣 彼此 惆藏者 有己人哉 而了生托死 其意言乎 为力修定慧 断获正真者 方能 就尽自由 于则 众令尊为天地 善而至于 非非享天 福寿八万大劫 皆属 被善恶业力之所福着 随善恶业力之所轮转而 因是特意如来 藏佛慈力 待业往生之法 慧脆净土经论要义 即为一书 明曰 西归直指 若能一跃世书 地信不移 生信发愿 求生西方 无论根基之利盾 罪业之轻重 于福 功夫之浅身 但能 信愿真切 持佛名号 无不临命忠实 蒙佛慈力 皆引往生 既往生矣 则超凡入圣 了生托死 勿自心于当念 正觉到于将来 其一礼利益 为正方之 故非 彼舍所能 行荣也 此系以己信愿 感佛慈悲 感应道交 获思俱益 教章自立断获正真 了生托死者 其难亦息斥 天地玄格而已 现今 外扬各国 大战数年 我国 始因意见不同 竟成 南北相攻 加以 数年以来 水风 汉辽 地震 土匪 瘟疫等灾 贫谍 建告 统计 中外 所伤亡者 不下万万 痛心疾首 惨不忍闻 不会难测生伦 为正道果 图存 伤势之心 毫无 忌人之力 有同乡 勤谱 留在 肖仙身者 清界之事也 适得相成 笃信佛法 今下来山建坊 谈及 进来中外 情景 七人曰 有何妙法 能为救护 于曰 此事苦果 果必有因 若遇旧苦 须令断因 因断 则果无从生意 故经云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遂将安事全书 适之 弃其 看板 广传 谱令 建文 同登 决案 先生不胜 欢喜 急令 其生 赵 不云 出资 七百元 其余 待任 看事 一席 勿生 成劝 李天贵 看板 于属 笔及其余作序 厚以因缘不惧 事尽未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